急救 那我们紧接着下一个单元 要谈的是什么 急救 而急救这一次的改变是最大的 我们上一版还有急救图 那这一版完全不用急救图 那因为里面内容也更动蛮多 我们现在来看内容 促导之症多由头部或上背部 他处体伤所致 或两者肩而有致 其病主要分为脑中风 癫痫及心脏骤停等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 偏汤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抽搐有力 两者皆属头部体伤所致 心脏骤停或手舞胸口 脸部及面色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全身贪软而倒下 或自述胸温胸痛 进而倒下 此皆属上背部体伤所致 从一开始 触导之症多由头部或上背部 他处体伤所致 或两者肩而有之 触导之症 也就是你突然间昏倒了 这个是属症还是属壮 先分 到底是症还是壮 症喔 这个不是症喔 因为如果症就是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你应该怎么样 先内外热源抢救啊 你就不能按推了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这个是症 绝对不是症 不要想成 倒下去 症到地上就是症喔 这个症就不是这个症啦 那症多属他处体伤 对不对 多属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的症 包括不适感也是多属他处体伤 我们也不敢说百分之百一定是他处体伤 也有可能按推没有效的 就属怎么样 本处体伤 所以我们这里写多由 多是因为怎么样 头部或上背部 他处体伤所致 如果我们不写他处 那只有写体伤也可以 那这样字就要改了 触导之症 因头部或上背部体伤所致 这样也可以 了解吗 就不用多啦 一定 因为倒下去一定是因为怎么样 头部还有上背部体伤引起的 没有其他原因 只有这两个体伤才会造成 但因为加了他处体伤 那只能说多由大多数由 因为是什么引起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用词潜质是插在这里 所以不好写 也就是这样 要很精准的表达 那有可能由头部 有可能由上背部 亦有可能头部与上背部 同时发生 同时喔 这个就是触导的原因 好 那我们把所有的原因 都找出来 那从疾病来分 它有分最主要要抢救的 有三种 我们这里分成脑中风 癫痫 第三个是什么 心脏骤停 其实这三个里面 真正会闹出人命的是哪一个 心脏骤停 停止了才会闹出人命 所以我认为急救 脑中风或癫痫 还达不到 为了救命的那个标准 但是也是很危急 因为怎么样 你脑中风如果不处理 组织会慢慢坏死 以后再处理 再要帮它解决症状 就不容易了 对 所以要立刻处理 但是跟生命 比较没有直接关系 是这样的 那癫痫也不会死人 癫痫就是一直抖 但是你如果不处理 等它抖完的时候 会消耗很大的热能 那热能消耗又种下它下一次 发作之音 变恶性循环 那你如果能直接把它体伤按开 它不再抖了 就不再消耗热能 那你又能及时温敷 这样以后慢慢改善 那癫痫是可以完全根治的 那中风呢 中风它比癫痫还要严重 因为它怎么样 你看两者的表现就不一样 癫痫怎么样 四肢抽搐有力 中风有力吗 没有力偏瘫无力 一个是动态 一个是静态 那到底有力严重还是无力严重 当然无力严重啊 了解吗 所以中风又比癫痫怎么样 更加严重 那癫痫它脸部表情也会不一样 它咬牙切齿 脸部激烈变化 甚至眼睛漂浮不定 那中风不是这样 口眼歪斜歪到一边 也是静态的 那癫痫是动态的 两者是最主要的分别 但我认为两者 不至于死了 了解吗 但是到了心脏骤停 你不急救 有些就会挂掉了 所以从急救的角度 前面癫痫已中风 两者属头部体伤 不是有影响到生命 但也是很严重的病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还是要急救 但是以下面这个心脏骤停 更为严重 心脏骤停 它的表现 有一些可能 就是手污胸口 然后就直接倒下 然后有些是怎么样 面无表情 直接就贪卵倒下 那还有一种什么 也有说 哎呀我胸面胸痛 然后隔一段时间 然后才倒下 这都有可能心脏骤停 了解吧 好 那我们心脏骤停 因为是最严重的会影响生命 我们暂时不说 那我们先把头部体伤引起的 脑中风也好 癫痫也好 我们先把它说清楚 因为这个是次药 我们先从次药来讲 好不好 那我们癫痫这个急救就很简单了 它既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会严重消耗热能 那大家也不要太急 只要头部按 差不多顶多两三分钟 四次抽出一定会停止 一般是先是停止 但不一定清醒哦 这时候你还要不要按推 不用了 只要它不抖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温敷 那温敷它会慢慢清醒 了解吗 因为急救最主要是保命嘛 热能先保住了 那以后要再按就比较安全 好 那我们都有规定 头部按推顶多几分钟 两到三分钟 也就约三分钟 不能超过三分钟 那一定是在这个时间内 就能解决 癫痫也好 中风也好 一定都会有立刻改善 那我们先来介绍癫痫好了 呃 癫痫我们有三个案例 我想都不用全部放 我们放最后一个案例好不好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癫痫疾疾疾疾疾疾计 癫痫疾疾疾疾疾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象呢 他今年48 他因一次意外查出来 头部长了一个脑瘤 我们经医生建议要做手术 就做了手术 又做了放疗 一年后出现癫痫症状 医生说那是后遗症 后来我们就吃药控制 吃药控制以后 慢慢的后来半年一次 两三个月一次 再后来又接触到断食佛期 体力明显的下降 我们到2014年的时候 4月份左右接触到原始点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他 犯病每次的症状呢 他就有明显的改进 就是每次犯了病以后 通过喝姜汤 温敷完了以后 他恢复很快 一二十分钟就能恢复体力 明显的有很大的改观 你们看到抽速是不是比较严重 好像很严重 反而这种不危险 那癫痫一般是处理如果得到 他是可以怎么样 完全根治 那目前西医 西药有没有办法把癫痫完全控制 他是可以控制 但解决不了他的病 甚至有时候越吃越严重都有可能 那事实上癫痫很简单 他就是头部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 从这个角度下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不多说 但是说实在癫痫要找到案例还很难 因为怎么样 他刹那急过 很快 那如果你没有摄像机 像摆在这里 上课这样摆着 你根本拍不到 一下子就过去了 那你也不可能把他救起来 叫他再重复表演一次 这我们也不干这种事 所以癫痫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还是来探讨一下 那比他严重的就是脑中风 那脑中风在医学上 他有西医 因为现在西医读到嘛 他老大说了算 他说中风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脑出血性的中风 有没有 一个脑梗色型的中风 那这是西医的说法 西医因为检查出来确实中风有些会出血 有些会怎么样 梗色 对不对 那他认为是阴 那原始点是不是认为阴 那是果还是阴 那是果啊 反检测出来所有项都是果啊 怎么可能是阴 了解吗 也就是中风他偏瘫 他可能半身无力 也可能口眼乖斜 也可能口齿不清 脑袋是清醒的 也有可能 那还有可能怎么样 他也会出血 没有错 但出血我们看不到就不算了 因为出血身体怎么样 会自我修复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检查 我们也能处理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 前面在论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出血的地方或梗色的地方 不是造成口眼乖斜 半身瘫痪的因 绝对不是 它是同时出现的 就好像手脚偏瘫 口眼乖斜同时出现的时候 你不能说口眼乖斜引起半身瘫痪 这种说法根本是没有逻辑概念 或是半身瘫痪引起口眼乖斜 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同样你也不能说脑出血会引起偏瘫 或口眼乖斜 因为它不是果啊 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那医血就放在这里 那如果你去处理果 情况一定会加重 也就是从患处下手 我们原始点第一天就谈到 患处绝对不能按 何况是拿刀子割 那根本是不可行的 所以为什么中风 你只要经过手术之后 它大部分都会留下瘫 偏瘫 要不然就怎么样 有时候严重植物人 甚至在手术的过程中 人也可能挂掉了 都有可能 但你用原始点绝对安全 而且甚至可以完全修复 脑中风还有脑震荡都有放过嘛 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 把这一个问题再放给大家看 我们来第一个还是放脑出血的 一个84岁案例 去年10月20日头部撞了 肿起来 还有一点擦伤流血 本来以为是擦一擦就可以好了 但是经过来一个多月 感觉到行动有一点奇怪 一点异常 走路也不稳 所以感觉到是有一点问题 去做脑部的断层扫描 结果发现乳内还在出血 灰白层处代表出血 这个时候医师交代 要住院准备开刀手术 因为家属医师没办法决定 所以要回去商量以后 再来做决定 回来商量结果 我认为应该来做原始点可能比较恰当 所以当天下午就到台北 和儿子的家来接受 儿子的原始点 每日原始点操作过程 一 姜用量 一天使用半斤老姜 四碗水浓煎成一碗水 二 按推次数 三小时一次 一天约六次 每次约三十分钟 三 温肤 头 背部 二十四小时温肤 四 运动 每天前后踢腿 跑步机 深蹲 共约两至三小时 还有到公园走路两次 共约一小时 泡汤一次 爬山一次 约二点五小时 每日运动 约五点五至六点五小时 前后比对 失坐前 左半边偏瘫 左脚抬步高 无法自行爬楼梯 越抱时呈现迟缓呆滞 有时无力单独起床 失坐两周后 偏瘫已恢复正常 左脚走路无异常 上下楼梯自如 阅读能力恢复往常 起握皆无问题 十二月十一号到原始点的时候 那时候的礼教 站起来 站起来 走路走看看 她是84岁喔 她是84岁喔 如果医院要开刀 如果开完刀 我看她一定有后遗症 结果她是靠了运动 哇这个是运动最猛的 你看一天能运动到五六小时 其实中风那个要有毅力啊 因为她走路已经怎么样 有点困难有没有 那你看还能够深蹲 运动什么都做 哇我认为这个是我看过最勇猛的一个 有点违反人性 但是是修复最快的 你看84岁半个月就完全修复好 这太不容易了 一般中风要多久才能完全修复好 一般一个月左右 一般我们做过那么多差不多 如果你及时就 一般一个月可以完全恢复到 没有任何后遗症 这个原始点一定可以做到 没有后遗症 这个医学 可能不敢这样讲喔 那我们看过太多的案例 一般平均我这样看下来 各种案例送到我这里 你看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所以甚至有很多地方 已经处理过中风很多案例的 他们现在遇到中风 给我讲一句话 他说中风喔 小case 小case 这是真的 也许可能会怀疑 真的可以这样吗 好 那以下我们放的三个都是植物人 简单讲就是 这是医学界不可能做出来的案例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放 好 植物人案例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 原始点 救醒我妈妈 我妈妈的过程 是植物人案例 在2012年 5月初我妈妈 在浴室内摔倒 经过医生电脑扫描之后呢 发现到脑 激很多淤血 要做手术 但是我的妈妈 因为年纪大不想做 那两日后呢 就昏迷了 那医生说她呢 因为昏迷了 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拔掉她的喉管 让她走 第二个选择 插入营养喉 和氧气 在她 在床上 做植物人 过她的一生 我不忍心看到我妈妈 在床上做 做植物人 幸好 有人介绍我去 旧金山 推广站 找到 陈经理 教我怎么做手法 帮我妈妈 曾经理陪 我去妈妈住的疗养院 帮我妈妈做头部 原始点按摩之后 她对我说 你妈妈有的救 因为她看到 我的植物人 妈妈 眼皮有 眼皮有 动 她再三叮咛我 要我帮妈妈 继续按推 温敷 我不断帮她做 迟到第三天 突然之间呢 她 我妈妈 醒来 还认得我们全家人 这让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 继续做 帮她做原始点的全身 她慢慢痊愈 医生复诊的时候 还觉得很惊讶 我妈妈竟然可以恢复 可以坐回轮椅 可以饮食 可以饮食 职务人案例 她说她肯定要正来看到我们医院里 待会要做手术 你这里面有医学 肯定是你已经没治 在家里你怎么弄 我就想 我说这个原始点推拿 肯定她的医学会走 我就不站着 我就没管 我就后来我自己做 每天 后来我自己做了个工夫 工夫 工夫家床 底下铺了三个红豆袋 身上盖着都带着 头上包着带着 旁边床室里放着电暖气 再就是家床 她渴着就是家床 再给她做头部原始点 和上训绝原始点 和脊部原始 我说先把头脑 再一个不让她死训绝 先把主要的原理叫 别让她死掉就行 第二天有我们家的亲戚 他们都知道了 我媳妇是妈妈呀 她姐姐呀妹妹呀 他们都来了 来得多 一来就哭了 一老都哭 人成是这样的 你看只有人呢 喝个姜汤 拿着袋子给它盖上 就能好吗 因为她就不懂 我说你们别急 我是她的男的 你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喊急 你放心 因为我学习 我心里懂 我多少人 因为我治好了 再一个 我心里的一个 另一件事 我那多少人 我在那推纳了 我说不可能把我的人 送到医院 这个人一上讲不通的 别人那些人 我留着好了 你自己的家人 又送了医院去了 我说我们以后 能做原始点吗 那两边就来的人 我们一块的朋友 多得很 每天来到一老去盘着重 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弄 我每天我看你盖 盘兜袋 人就那样的 我说你别急 老公我说你 我们哪试试说 他说怎么会试试 我说你过来 几天你来 让他病人说话 他说病人成了这样的 你怎么说话 我说你看嘛 现在你先别急 到医院 那现在在这躺着 我说你怎么办 那医院去 我说肯定他要开门 我说不懂 我就这样做 就这样做了大概 做了七八天 原来有耳朵这么样的 紫盆盘 一个大瓦 车祸这么 创得特别的浓重 我坐了七八天的时候 他那大病人 就拉了两天血 哎呀 把我就高兴了 你为什么 我就知道 这个紫的也退了 一天一天都不见了 那血没了 拉出来的全部是血呀 那里面是淋漠雨血 自然的就出来了 我是李老师的媳妇 那天是12月2号 我们出去到海北 去观青游戏了 青游关上我回走的时候呢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我摔成这个样子 我慢慢慢慢 到半个月以后呢 我才恢复成有记忆的样子了 我现在呢 在家里能干一些零碎的活 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死亡中 拉回来的一个人 我现在恢复成这样 这个原始点太了不起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做一下 我的原始点的恢复的状况 我以前的话 我这个胳膊这样 伤都伤不来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 我的这个动作 你看我的这个 现在四肢肚体好的 现在肚体好 现在肚体好 今天这位主角也在 要不要请他上来一下 好 他是有肩膀的男人喔 遇到事情他怎么样 扛起来喔 在很多家属的压力下 他不选择医院 他选择怎么样 用原始点 因为他说的 跟我的想法一样 如果送去医院 他已经昏迷了 植物冷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 一定开乳 那开乳一定会 留下后遗症 他还是选择了原始点 因为全家人都没有疾病了 我们家没有药的家庭 你说这是多大的幸福 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受益 要不然的话我不可能 七八年在那个地方 一分钱不可以在那做 要不然的话 我原来是做生意的 专门是给钱想的 哪里可以去别人做 我现在看不到的钱 我家里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只要你把钱看到了 好好的做 没有不受益的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些植物人都是很精彩 我相信都不是医学界 能够这样做出来的 好 那我们再放 第三个植物人案例 植物人案例 我老婆在13年的2月4号 去了一次车祸 到此开了五次楼 去了一百多的学 在真正肩负身 呆了三个月 分离七个月的时间 一号成为了高位植物人 先后在医药 装撒护医 夫妇 肖亚公爱抗护医 继续一年零八个月 营雕肺炎一波七十余万年 家里面 尿文字都没得了 依此 并进不进浩军 幸好 独次咨询 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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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名的教授 也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 为什么说他高位植物人 这是医院的点子 他有公用集中卫性 除了他的植物人 尤其他还有三个 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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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了肝炎 年症癫癫 身体虚妞刀子 精霜感冒 谁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失眠的十月份 集成了维尸碟 集成维尸碟以后 就是要按摩 一条鸡角 齐取维尸碟 按摩以后 就马上 服很多胆 将它呢 就是后能将它 功夫呢 就是头部 颈部 就是浪浪化 学校 我们就是个地理横道带 外里的文符 基本上是25小时左右 只要通过这些办法 要能连行的好远 现在能够实行 多分是有个制度 现在呢 他讨论我们的 第一个 他自己会 第二个呢 他现在的 学医啊 学校啊 他自己会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开 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问他 我说老婆 咋事好 老公咋事好 你辛苦了 自己头手走路 一次能够走 200米左右 爬楼梯 能够从 一楼 到18楼 真的 真的 好好好 不错 嗯 真好 我的目标是 要达到 全一部社会子弟 要留你 以后 我觉得 你没得 带着老婆 到领域户地区里面 这个不容易啊 你看 他前后 开刀几次 五次啊 如果没有开那么多次 我相信 他老公这么用心 一定可以怎么样 完全康复 那可惜 我说 开刀过的后遗症 你再来修复 会变得很慢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看 中风的一个案例 我们来看 台湾的一个 曾小姐 事情发生在 2013年3月18号 大概是下午3点40分左右 我姐在打电话的时候 突然 左边无力 就瘫坐在地上 到了4点 大概4点40分左右 我妈才找到我 我就骑摩车过去 那边大概接近 5点不到 看到大姐 瘫坐在地上 两手无力 眼神有点患散 那讲话就语无伦次 那我本来想在地上 就开始做急救 因为张医师讲的 人还有意识 然后如果是眼歪口鞋 那就是属于中风 那我想中风 就从头部原始点开始 我就从耳部的原始点 开始先按 耳部原始点按完 就要按整部 整骨的地方 整骨按完之后 要按三辈部 开始骂人了 会讲话了 就说痛 张医师有说 会喊痛就有救 那个时候 心里就稳定多了 然后上背部 其实也没怎么按 因为他非常的痛 那按完头部之后 他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我们只要在旁边照顾着 不让他摔跤 他可以自己慢慢走 可是看得出左脚抬不动 左手完全没力 像断掉一样 然后嘴巴就是一边流口水 眼神换上 因为他会撞到我们 所以我可以断定他看不清楚 然后把他扶到床铺上 躺在电热躺上 一放下去 马上睡早了 那个睡法根本 不行人是整个打憨 叫也叫不行了 我说好吧 就让他睡吧 其实整个流程 整个时间很短 短短大概 一分多钟两分钟不到吧 他在倒下的第三天 就自己走路去洗头发 第二天早上就自己会起床 那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整个流下也很短 这一边都很短短 那我只能跟你讲 你口报很大 这样接下来后遗症 就会慢慢的 我会这样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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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有事 好 水跳舞 走路很正常哦 各位大家好 谢谢大家师傅 好 各位 呃 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呢 就是这样 就像影片上说的 我感谢所有 赋予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他是前后差不多一个月 就完全修复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旧金山的案例 中风案例 我叫Christine 我今年1月9号中风 然后是 今天我朋友介绍 3月24号 来到旧金山元十点这边 那 到今天刚好是两个月 那我刚来的时候 手脚走路非常不灵活 然后左脸就是阴阳脸 然后手和脚都有麻 然后第一次大正师傅帮我按了之后 立刻我的手麻的情形就好很多 大概按了两次三次后 那个麻的情形就完全没有 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非常慢 左右手脚也不灵活 然后走路就需要用拐杖来走 现在两个月之后 200公尺以内都可以自己走 不需要扶着拐杖 然后脸上阴阳的情形也消失 经由陈师傅 然后大正师傅 还有LUNA 就是教导原始点的知识 我现在就是每天服用姜汤 刚开始的时候是大概一天60克的姜 现在的话我是一天大概85到90克的姜 这样喝 那就是还有用红豆袋 背部用红豆袋 像有的地方比较白天的话 不方便就用暖暖包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最近大概这两个礼拜 开始用水暖垫 就发觉说我的情形真的是改善非常多 然后还有我现在刚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手脚不灵光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大的运动 只能说 因为我的那个附健师是叫我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 现在的话因为手脚可以走 走路比较多 然后我就运动 大概每天可以 连续走路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那就是真的很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 然后让我的那个中风的症状改善非常多 谢谢 前后历经两个月 三月 六月 后续追踪 2015年11月15日 已可正常行走 手法要准确 然后要很轻巧 运动非常重要 早期他脸还不敢看了 可以马赛克我问他们说可以拿掉了 他已经愿意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再来看也是一个96岁的案例 中风急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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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没想到在8月的3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我跟当我爸爸 他96岁的老人上车的时候 他坐在我车缸上 忽然间他就往左边这样轻倒下去 我就观察他的脸部 他都已经两眼掉 然后口开了 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 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 我就很自然反应 把他执到地板上 开始就给他做背部的 延时点的推案 开始做那个7点 在左边的时候 用手肘这样去给他按的 然后再 因为他脸是向着我这边 那在做对面的那个7点时候 然后手肘不方便了 我就用我的手掌的那个工具 就是四个尖尖的手指头去按 按完以后呢 我就想说把它放过来 观察一下他醒了没有 没想到就下招了 发现他整个眼睛 那个眼圈都黑了 闭起来的 嘴巴也更闭紧了 那我心里面就更紧张 我就说那快点要跳到头部去了 我就给他的头部延时点 第一点就是那个耳后的那个点 平常他的点 对他来说他连给我碰都不能碰 是很痛 这下子我就用船部很地道的力量 这样子做下去 他完全没反应 那我以为到了这下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有没有好处 可是已经没选择了 就感觉像个还没训练好的小兵 就可以一下子当当闭马 就上了那个战场去 没选择了 我只能够很专心的做下去 后来接着我就做那个头部 那个整骨下那个四点 这一边就是他的左侧 我就用手肘这样去按 然后跳过了颈椎那边的时候 然后手不顺利 我就改用是这样的工具 手指的工具 然后按到第二点 拿起来要按第三点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 这样子 就来一个很深的吸气 我知道他已经醒了 然后我推翻 他眼睛已经围开了 我很开心的 结果就又想把两个块块的把它弄好 没想到他的手有一点就退过来 可是又没有力 可是已经真的醒了 然后我结果还是把他最后那个 那个他右边的耳边那个点揉的时候 他就手已经过来要抓我的手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按呼 从头到尾 在给他缩解的时候 他就出声说 冲闲啦 滴头啦 那声音也出来了 我就更安心了 他更有力量就抓我的手 好像要打我 不给我再按了 他很痛了 那我就这样 结果他已经完全醒来 我就安心了 很感谢张老师提醒我们 要把这一张 登成我们原始点的CPR 领印那么大 我也做了一张在家里 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之前 我就弄了 所以我的福气给了我有一点这样的印象 以至于在很危急的时期 我虽然很紧张 可是还是很稍长很正常的把它完成了 结果也真的保护了我爸爸的生命 希望从这个经验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法 在生死的关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 谢谢 老爸 啊 哈哈哈 老爸 请不吝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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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啦很好这个给他照一照 啊 你们有没有注意 这个应该是头部体相引起 还是上背部 哦 应该是头部 为什么 他倒下去触倒也不省能事了 但是他按上背部没有效的时候 他发现他脸怎么样 会发黑了是吧 眼发黑了 那脸色变了 就是热人症在消耗哦 对吧 然后不省能事 他紧急的从头部按 然后他说嘴巴闭得更紧有没有 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这些表示他脸部持续有怎么样 有在变化 一直有在变化 就不是心脏皱挺 了解吧 所以脸部一直在变化 比如啊 那个嘴唇闭得更紧 肿肿 但是如果以这样为不危险 我告诉各位 这个绝对比口眼乖斜 半身痰 还要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 已经怎么样 发黑了 代表什么 血液上不来了 也就是 如果照西医讲 可能脑部已经切痒 那组织开始会怎么样 坏死啊 那如果再慢一点很可能就 虽然不至于死掉 我说脑袋的不至于死掉 但有可能变成怎么样 脑袋 脑袋 我就看过脊袋是这样 所以里面 这几个 在我看法 是96岁 这一个最危急 但是他的急救方法 以目前原始点的操作 有没有错误 以前我都会说他错 我现在说 我也改变了 我认为他是对的 因为当你触导昏迷的时候 你第一个 因为我们急救的目标是 为了什么 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对不对 那你一定从心脏 即便好像你模拟两可的时候 第一个记得我讲的 先从心脏急救 就是先按上背部 因为心脏骤停 如果他有分轻重 如果严重 大概两分钟 大概你也救不起来了 不是像我们医学讲的 可能几分钟内 都是黄金起 因为他有轻重 轻的 有时候即便隔再久 他自己也会醒来 也就是西医常常讲的假死 了解吗 那有些急的 有时候两分钟 他热能已经耗掉了 那死相一现 你再也救不起来了 所以在急救方面 我认为像这种 你灵验错 也不要对 因为对了 万一他是心脏呢 你已经来不及了 你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严重一点 那你按完头部三分钟 他两分钟就挂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时候 我已经不用急救图表了 遇到触导 昏迷 第一个先上背部 先保命为主 其次再来解症 因为即便按错了 两分钟 你再来按头部 也还来得及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头部按错了 他如果是心脏骤停 你按错了 就来不及了 道理在这里 所以以后记得我讲 只要触导 昏迷 也许没有口眼乖血 也许脸部有表情 什么都不管 只要没有知觉 第一个先怎么样 让上背部 记得我讲 这个已经改了 为什么这一次急救 我大幅修改 因为心脏在我看法 只有原始点能救 任何医学 到目前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从开关下手 直接从上背部 但又有一个 我们开关是找到了 他又在跟时间赛跑 晚一点也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错误的 有些会救起来 我说有些本来就会起来 所以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段 就是现在 目前这里写的 心脏骤停 有些人会怎么样 手污胸口 然后脸部跟面部 稍微微变 然后直接倒下 好我们来看 国标五的一个案例 国标五业余组对抗赛 林姓男子和女舞者跳摩登舞 姿势表情很到位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林姓男子突然手摸 胸口坐在椅子上 不舒服的模样 没多久倒地 失去意识 一同比赛的女舞者 连忙扶着她 还有人冲上前 CPR急救 一旁则是有人帮忙扇风 解开林姓男子的五一 所有人都急患了 我们稍微在旁边 稍微在旁边 CPR分流 救护人员一抵达 立刻CPR电击 五分钟后 将人送医急救 人选告不至 一半都是 一分半都是两种 我们差不多 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 就 就ending 所以说她只上场跳 一分多钟就 对对对对 这起处死意外 发生在17号下午 57岁林姓死者 有心脏疾病史 因为热爱国标五 报名失职会 局办的比赛 参加至次不计分的业余组选手 对抗赛 比赛前都好好的 比赛后却倒地猝死 让现场比赛的人员 感到相当难过 好 这个案例 注意细节了 第一个她很可惜 就是马赛克 但是她第一个动作怎么样 记者报导的很详尽 她第一个怎么样 手无胸口 然后没有多久 立即倒下去 对不对 她只是这样报导 我在猜测 或许她脸部也有表情 了解吧 因为她要表达 她的不舒服 但已经来不及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她来不及了 然后脸部也可能 有一些难过的表情 或微变 或脸色有一些变化 但很细微 只是稍微变化 然后她就倒下去 那倒下去 抢救就已经来不及了 好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这里要探讨一件事情 它到底是 这时候手无胸口 是心脏已经停止 还是未停 未停 未停 所以她能表达 对不对 对 认为已经停的 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未停的 所以她能够手无胸口 然后再隔一段 稍微一点点时间 再倒下去 似乎有一点连续动作 但时间是很紧密的 也就是很快 也就是她手无胸口 然后没有多久 直接摸着 然后就这样倒下去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时候手无胸口的时候 心脏已经停了没有 呼吸已经停了没有 如果心脏已经停 呼吸也一定停 对吧 这是常识 那这个一定要探讨 它到底停不停 手无胸口的时候 还没停对不对 这个就是真结底 这个如果没有看清楚 真的会闹人命 在我的看法 我先宣布我的答案给你们 好不好 在我的看法 全部都停了 也就是 它 心脏已经停止 呼吸也停止了 因为这个到现在 医学都没有去探讨 所以 也没有办法进一步再 把这个急救完整 那在我的看法 它已经停止 那停止了 为什么还有动作 别忘记 这个动作是无意识的动作 也就是它想表达 但已经怎么样 心脏停止 但是它还有怎么样 热能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说真正会死是死于什么 热能啊 热能啊 西医为什么老师讲不清楚 因为他们一直告诉我们 呼吸停止 心脏停止 就是死亡 不对 如果心脏停止 呼吸停止 就代表死亡 那你就不能救了 因为已经死了 你怎么救 那还能救起来 就代表他没有死 那为什么有些检查了 很多案例就是这样 已经死了 法医也来检查 呼吸也停止了 心脏也骤停了 凉也没有了 结果这隔几个小时之后 他怎么样 又活过来 那西医不能解释 他只能说什么 假死 有没有 所以他们的死 是以组织器官运作停止 叫做死 原始点不认为这样 原始点认为真正的死是怎么样 热能耗尽才会死 所以热能耗尽才会死 就好像我常常比喻的 你纸燃烧尽了就变成灰 对不对 这时候燃烧尽的灰有没有热 有 有热 所以你再丢纸下去 也许又烧起来了 这就是救活的原因 了解吗 因为他还有热能才能救 没有热能绝对救不起来 有热能才能救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他在这一个动作的时候 在我看嘛 心脏呼吸已经全停了 然后紧接着怎么样 因为热能越来越少 因为他已经停滞了 所以他就越来越贪暖 直接就啪 了解吧 所以他想表达已经都来不及 他也许要告诉你 我心脏 然后连讲话的时间都没有了 他摸着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停止了 了解吧 心脏已经停止 他想表达他心脏有问题 因为他自己侦测得到 了解吗 那接下来他是无意识的 只是一个 然后我相信他脸部也有表情 他可能有一点违变想露出痛苦 但也许那个痛苦的表情 还没有完全显露 他已经倒下去了 然后接下去就是紧急急救了 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一一来分解 我们来看郭金发的 遗憾的消息 72岁的歌王郭金发 昨天晚上在高雄魏武营 演唱他的招牌歌曲 十二八掌时 人突然往后倒 虽然旁边有人 立刻进行CPR 送到医院急救 但最后打了30剂 强心针还是回天法术 最后因为心肺衰竭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我们在一起为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 郭金发突然往后倒下 主持人冲过去 立刻大喊 有医生在现场吗 刚好有一名月事会CPR 立刻上前帮忙急救 救护车赶来 将人送到国军802医院 抢救两个小时 在晚间7点19分 宣告死亡 享受72岁 我们再来注意这一个表情 他有没有手握着胸口 没有 来不及了 他前一刻还在讲话 但倒下去那一刻脸色有没有变 也没什么变 对不对 突然间就往后这样 对不对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喔 他心脏骤停是怎么样 更快 了解吗 更急速 但倒下去的动作也很快 直接就瘫软 所以他在那个往后的时候 已经心脏怎么样 停了 也许他最后吐出来 休 这时候心脏已经停止了 你别以为这个时候心脏还在跳 呼吸还在跳 没有啦 所以直接倒下来 好 这时候就开始急救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还有一种状况 有些人说 哎呀我胸闷痛 有没有 还可以讲话 那没有多久就倒下去了 有没有这种例子 也有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解释呢 他在讲话的时候 还能讲话 我认为心脏是出问题了 运转已经失调了 但是他还没有前停 了解吗 但是他已经要急易跟你讲 我很不舒服 然后紧接着讲出来之后 没有多久就倒下去了 这时候倒下去的时候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时候心脏已经前停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哦 那好 心脏会停止 你看 以后有些有表情 以后来不及有表情 以后人还会跟你讲话 之后才倒下去 那你怎么判断 所以他是各种变化 所以 触导 有可能你会被骗 为什么 因为如果照我们以前写的 面无表情直接贪软 那就是像郭金发这样 但如果他像第一例 他手要污着胸口的时候 你刚好看到 也许他还没有摸到胸口 他只是手握前的时候 然后脸部有一个表情的时候 他就倒下去 你会误以为怎么样 诶 他僵硬 脸部还有表情 手还在动 那应该是头部有没有 那你头部再下去的时候 你接下来已经来不及救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些维系的动作 我说 生死就在几分钟内 也许两分钟内 但第一个 同样倒下去 一定要看表情 有轻跟重 不是说心脏骤停 全部都很严重 一定两分钟内就会死 没有啊 有些怎么样 你看脸色还红润 表示他怎么样 热人还足 如果倒下去你看 他脸色也变了 已经面无光泽了 你要小心 这个属难治之症 也可能是头部引起的 也可能是怎么样 心脏骤停引起的 了解吧 因为像刚刚第一个96岁的 他就是头部的体伤 然后也会昏迷 然后也会倒下去 那你很难分辨 了解我的意思喔 那这时候怎么办 心脏啊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 所以我说 我现在也改变 就是第一个急救 先从心脏 然后即便按完了 你再按头部 都还来得及 但万一像 这两个郭金发也好 或是 那个夺标五也好 你就来不及了 他就往生 所以 触导之症 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触导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那触导是不是一定会死 没有 有分轻跟重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有发生一个案例 是什么案例呢 他就是回家的时候 从很冷的地方回到家里 然后很疲惫的 然后就跟他太太坐计程车 那坐计程车 他就在车上晕倒了 他太太很紧张 实际就认为 海一般的晕倒 叫他太太 随便按摩一下吧 随便抓一抓 结果他就这里也乱抓 抓一抓 果然两分钟内就抓醒了 那可能有没有按到上背部 我看是没有 他就可能头部乱抓 就把他抓醒了 他抓醒了之后 他就很紧张 那要不然我们送医院检查 看看检查什么 结果检查没有问题 心脏也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安心回家 回家没有多久 他先生爬上二楼的时候 隔一段时间下来跟他太太讲 我刚刚又晕倒了 他太太一听那还得了 又晕倒 也是隔了差不多两分钟 又自己醒来 他们想这个医院 没有彻底检查 再去医院 叫他们再检查一次 看怎么回事 那医院再检查 又说心脏没有问题 那因为家属也不安 要不然就留在医院观察 那留在医院观察 凌晨四五点又发作 然后就往生了 如果这样来看 这一个患者 他前两次心脏有没有骤停 完全停了 只是当他恢复的时候 你去检查 医院是检查不出来 因为船过水无痕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骤停是可以自己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CPR可以救人 不是他救人 按错也会起来 我以前不是讲过吗 因为他有热能 所以他可以自己回来 但是因为他一次两次去检查 然后检查会怎么样 消耗热能啊 然后把最后的那一点热能消耗掉 他第三次倒下去 他真的挂了 那医院最后怎么写 他说这个检查不出原因 他明明就是心脏停止啊 那他们最后就心脏病化 写一个模拟两可的 但从这一个案例 你几乎可以看见 原来骤停有分怎么样 轻跟重 了解吧 像这个就是轻的 那如果这个是用原始点 肯定是不会死 为什么 因为按推完 你一定会从上背部 按完你一定会怎么样 温敷 那温敷体伤解开了 他就不至于第二次倒了 但是问题患者不知道 他还要去检查 那个是检查不出来 心脏骤停你怎么检查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再来看 刘医师这一个案例 我们仔细来看 这一个人的表情 好 心脏病急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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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患者 等下 这个还是像侧面 别说 别说 人家们快来 人家快来 人家快来 有一个昏倒 有一个昏倒的 等下 因为有病人昏倒 我们先做急救的 好 慢着 枕頭呢,枕頭 肚子跟它蓋著 好,它這個表情 顏色沒有變應該是心臟的問題 好,我們把它翻側面的 要把它心臟先解開 用頭把隔離開來被動腎 要把隔離開來 要深入隔離開來 要先放隔離開來 要去多點 要來吃 要來吃 要來看 香醒來了,他已經在生癮了 現在把他先把他按好以後再來按他的那個頭部 他眼睛眼睛醒來了 那個紅豆準備 好,頭部 先給他溫服 好,給他先在後面 好,給他躺著 對 那袋子有一個衣服,他肚子蓋著 你問他,他剛才是怎樣不舒服 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胸悶 你問他原來有心臟病嗎 他原來有心臟病嗎 對,他原來心臟不好 這一個 你看他的臉色怎麼樣 他不是發黑 他跟原來的臉色沒變 劉醫師講都沒變 了解吧 他臉色也沒有變,面無光澤 譬如發青發白 或是蠟黃色 他沒有 你看跟沒有倒下去那個臉色不都差不多吧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臉色也沒變 好,那所以 劉醫師慢慢救 這個可以救起來 所以我說有分青跟重 這個是屬於怎麼樣 這個是屬於青的 要不然如果重的喔 像這樣 喔 倒下去喔 那抬過來嗎 那再看一看 那他早就會往生了 如果重的是已經往生了喔 因為他沒有熱人喔 有沒有可能 有 絕對有 所以 現在對心臟驟停這個 如果在深入分析 就要小心了 他有分怎麼樣 輕跟重 所以 我現在談的幾乎醫學界已經沒辦法談了 為什麼 他們按也按錯 然後他們又以組織器官停止 當作死亡 不是 這時候沒有死 我們說熱人耗盡才會死 那所以 當你遇到觸導的時候 你怎麼變 這個是好救不好救 第一個看什麼 我告訴各位 因為這個已經 醫學沒有在診斷了 到這裡也沒有 他們就 只要倒就壓了 也沒有看什麼 第一個 原始點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看臉色 如果看起來 欸 臉色沒有什麼變 這個是輕症 也就是比較容易治 那如果倒下去 你看他的臉色 已經慘白 或發青 或蠟黃 尤其蠟黃居多 大部分都是蠟黃色 那如果到蠟黃 一下子沒有血色 變蠟黃 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黃膽發作 有那種類似蠟黃 沒有顏色的 那種 因為他心臟已經停止 血液也送不到頭部了 所以他臉色會不會變 一定會變 那劉醫師就說 這個臉色不變 所以這個很可能就是假死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即便你讓他休息 呼吸還會起來 但是我確定 那時候他心臟也應該停止 呼吸也應該停止了 了解嗎 所以他才會 沒有意識的直接倒下去 就像我說的那個輕症 他倒下去兩分鐘 自己也可以起來 一樣 所以這個是遇到 輕的 我在山上記得以前急救也是一個 我現在探討就是 一直回憶我當時候救的 那個人就是爬到山上的時候 然後我眼睛一看 三個人扶著他 然後他已經貪軟無力 完全沒有意識 然後我去的時候聞到 大便的味道 那代表什麼 他心臟已經停止了 絕對沒有問題 為什麼他完全貪軟 然後那個力量 也就是我們本來都有收縮的力量 我完全沒有了 大便也出來 那幾乎就可以確定 他整個心臟是完全停滯的 那時候臉色還沒有什麼變 我一下子從上背部 按下去 他喊一個痛 兩秒鐘左右 他醒來了 因為他有熱忍 所以當你按到痛點的時候 一刺激 我說原始痛點 在原始點我已經講過 你只要一刺激怎麼樣 有那個感覺來了對不對 痛點來的時候 他整個組織器官怎麼樣 還有熱忍 全部恢復運轉 那一下子運轉起來 他就修復了 就這麼簡單 但如果是重的 他熱忍已經耗盡 你再怎麼按 也不可能起來 所以有分輕重喔 不是說每一個一定能成功喔 那這樣來看 你第一個要注意的是什麼 臉部 先看一下 如果變了 立即救 還是有機會了 了解沒有 不要等到他 完全死相一現 就已經黃納色了 那完全沒有血色了 然後完全癱亂了 死不是一下子僵硬 是完全癱亂的時候 這時候你再救 來不及了 所以遇到重很可能在兩分鐘內 所以按心臟不用久 記得我講 是幾分鐘 兩分鐘內就決定身負了 會起來就起來 不會起來也就罷了 就是這樣 那在處理的過程中 還要注意的 就是痛點有潛深 我們平常在按都已經知道 痛點有潛深 那你到底力量是要用 輕的還是用重的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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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在按 有些人 輕輕按就很痛對不對 有些人要重按 按很深 他才會怎麼樣 感覺 所以你也不知道 這個人你從來沒有遇過 你怎麼知道他痛點 是在淺還是在深 這時候你怎麼辦 又在跟時間曬旁 蛤 稍微重 一定要稍微重 柔到深層 因為如果你深層的 那輕的你也按到了 對吧 可以起來 那重的你也可以按到 而且我們又有時間限制 你按了兩分鐘 你一定要立刻停止 有起來沒起來 都是要立即停止 或是按了有效 你就停止了 就溫敷了對吧 所以那個量不會超過 不會把人家熱能再進一步消耗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一般就採取按 稍微深層的 那這樣急救的成功力就會提高 所以我們的急救 第一個觸導 別以為他有動作 就不是心臟停止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誤區 有可能他手在比的時候 臉部還有一點表情的時候 那是無意識的一個動作 那這時候 要從頭部還是上背部 上背部 所以我怕 如果照以前這樣 一定會誤診 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也可能 很震驚的時候 心臟他也會緊張的時候 他下意識一些動作 可能臉部也表情 頸部也會有表情 手也 你以為 這個動作不就是頭部嗎 等你按了 頭部鬆了 整個全身貪軟 原來是心臟 你已經來不及了 會誤診 所以這個就是以前急救表 為什麼我說不適用的理由 因為到這裡已經醫學不談了 醫學就是談 心臟驟停就是死嘛 急救就是把死人救起來 那死人怎麼救 所以為什麼會有假死 他們一直說不清楚 那為什麼 恢復了 他們又檢查不出所以難 為什麼 因為他心臟又繼續恢復運轉了 心臟怎麼檢查 他已經正常了 了解嗎 他是剎那間停止的 也就是運作失調的一個狀態 所以對心臟驟停這一個問題 我認為非常的要注意 然後急救也不是像劉醫師這樣 輕鬆的 不是說哎呀 抬過來吧 我看看臉色 如果嚴重呢 早就已經熱能完全沒有 臉色也變 他一看的話 臉發青了發白了或蠟黃了 你再救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救地 救地也不要抬了 連抬到整集床什麼都不要 地上忍就忍著坐 也不要管了 因為他只要有一個刺激 時間不要太久 那他一定會起來 所以不要再管 那個地面上是冷絲什麼都不管 直接按 就地按兩分鐘 不要移動 了解喔 直接坐 這個就是急救的搶救時間 那按完之後 如果沒有醒 如果沒有醒 那我告訴你 凶多吉桑 因為原始點 它有一個好處 它既是治療也是診斷 因為按了兩分鐘沒有效 代表它是屬於怎麼樣 本處體傷 也就是組織已經受損了 那心臟已經確定停止了 那這時候要救更難 但是這時候還不能 完全準確的判斷出來 還要介於什麼 觀察 因為我們說 我們是兩套診療體系 除了按推 可以看出來 還有一個是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熱人 那怎麼觀察生死呢 進一步看 看它的臉色 如果按了 欸 還有血色 還有一線生機 雖然存活力已經不高了 因為按推已經確定本處體傷 但它還有血色 表示 有可能你的手法有問題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它還沒有完全死亡 是一個假死的狀態 了解嗎 這時候還有救 但是如果臉色已經面無光澤了 面無光澤包括臉色蠟黃 或是發青已經慘白 那這時候 尤其有人說會發黑 發黑沒有那麼快 兩分鐘內變發黑的 幾乎不大可能 發黑已經血都凝固 那個時間會久一點 那我們為什麼要兩分鐘 就要判斷出來呢 下一步呢 因為你們都是密醫啊 然後急救 如果你要像以前寫的 要觀察八小時 人家早就送醫院去了 哪有容得你觀察 除非自己家人 那觀察你也不會觀察 那怎麼觀察 生跟死 你也不知道 其實有些死相一線 已經蠟黃了 然後全身貪軟了 那幾乎就不用救了 了解嗎 這個時候已經熱人耗盡了 那個再怎麼救也沒有辦法 所以整個的急救 我現在已經跟你講 修正 因為醫學界到這一塊 就沒有探討 那我們看臉部是最準的 因為能夠看出熱人 真正的死亡是熱人 而非呼吸停止 如果呼吸停止 心臟停止就代表死 那你幹嘛救 你怎麼救也救不起來 很明顯有些人 停止了還能夠自己活起來 那代表什麼 他有熱人嘛 所以他最後又恢復了 他就又起來了嘛 所以最後的決定生死 是熱人 而非西醫檢查 所以當你在急救 切記一件事 不要再去摸呼吸了 也不要去摸他心臟有沒有跳 那是多疑的動作 如果他友好 他自己就會起來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摸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那摸了沒有也不代表死亡 那你幹嘛摸那些多疑的動作 我這樣講你們聽懂嗎 聽懂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 絕對是醫學界從未講過的 所以我苦苦思索 我說原始點 就是在最近這一塊打破了 我認為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尤其在急救上 可以讓你們更加安全 然後可以變生死 然後在短時間 你們就知道 欸這個是輕還是重 原來心臟驟停還有分輕重 你現在就知道 為什麼CPR有些會救起來 按錯也會起來 這就怪了 因為他有熱人 但沒有熱人 你又壓錯那不是熱人 剩下一點點 你又錯過那個時機 那死的更快 所以我才說 真正能救活人的只有原始點 然後原始點已經教你們 怎麼再把握最後的時刻 緊急的處理 所以也許你們在第一線 早晚也許會遇到 那你們遇到心裡篤定 接下來要怎麼辦 好我們再來看 我們看這些下面的文字敘述 下一段 好 急救主要是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鑑於心臟驟停 會瞬間奪取人命 面對促導之症 除非其意識清醒還能表達 否則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不論研判結果如何 皆先就地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約兩分鐘 若仍昏迷 再按推頭部原始點 約三分鐘 心臟驟停 已經昏迷倒下去了 他沒有意識 如果有意識 那就絕對不是心臟 因為他還能表達嘛 那這肯定就不是心臟了 所以心臟的特征一定是不能表達的 也許前一刻還有一些動作 但我說的那個動作之前 他心臟已經停止了 他最後一個沒有意識的 一些臉部表情或手部表情 不要被這個動作騙了 了解我的意思嘛 所以緊接著 你如果他沒有意識的話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怎麼樣 就地先按推上背部 不要再移動了 因為在跟時間賽跑 你只要按對痛點 有把那個痛點壓到就可以了 要不要分先左後右 要喔 我告訴你們 這個是西醫說心臟在左 我以前也被誤導 因為心臟在左 不見得體傷就一定在左 在右邊也有個人 所以不要被這個所迷惑了 了解嗎 所以沒有先左後右的問題 直接怎麼樣 上背部就對了 你這一邊按完就按另外一邊 不要想太多了 這時候節省很多時間 要不然想來想去 欸這一邊是左手還是右手 這 你這樣又錯過幾秒 可能這幾秒他就掛了 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不要分了 這時候怎麼樣 直接按 直接按上背部就對了 按了兩分鐘就對了 兩邊都要按 按完這一邊再另外一邊 這一邊按完再另外一邊 這樣反覆按 頂多兩分鐘有沒有效就知道了 那力道 接下來 如果按了沒有醒兩分鐘 力道當然要深沉一點 剛剛已經講 那如果還沒有醒 再按怎麼樣 頭部也可能是頭部 就像剛剛那個96歲 他是頭部引起的阻導 沒有意識 那這樣比較安全 不會立即生命就沒有 那這時候如果是頭部 你還來得及 還可以救起來 就像這個96歲 他再按頭部 欸按到整骨他就起來了 了解吧 所以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原始點在這裡 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然後對醫學的急救 也很獨定的再提出一套新的看法 為什麼 欸CPR有些會救起來 有些救不起來 原來跟熱能有關 所以西醫他們的急救 就是一直以為 組織器官停止就急救 你看他們量 沒有心跳再CPR 再量 欸沒有再壓一次 那連續壓三次 一次是壓好幾下 不是一下而已啊 那我們一次兩分鐘 有沒有效 在兩分鐘內就已經決定了 是不是本處體傷 因為我們是大開關嘛 馬上就能診療出來 根本不用急 本來他就是心跳停止 沒有呼吸 欸你要急救的嘛 那你還量那個 有什麼意義 完全沒意義 但醫學還是搞不清楚 他以為死就是看 組織器官的運作 不對原始點進一步 看生死是看什麼 熱能 哇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們的理論從頭到尾 一致 完全一致 那整個就可以貫穿了 所以我認為急救這一篇 整個的把所有的理 就可以縮透 好我們繼續看下面 由於原始痛點位置深淺不同 且搶救心臟骤停分秒必争 所以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雖然會消耗熱能 但力量仍不宜太輕 喔我已經提出了喔 以前說病人很需要 怎麼樣輕按 不對喔 我現在已經講了喔 這時候雖然 稍微重一點會消耗熱能 但已經 怎麼樣 豁出去了 這時候就是要揉到深層 一次到位 了解吧 即便他深層的 我也可以把他救起來 要保證到這樣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前頭法是準的喔 有時候還要怎麼樣 甚至手肘直接頂進去了 側面直接就頂進去了 了解我的意思喔 這個就是我們做了很重要的一些修正的程序 好我們繼續看下面這一段 此外在按推上背部或頭部原始點時 只要病症減輕或時間移到即需停止 按推後不論病症有無改善 除昏迷者以溫膚為主外 其餘患者皆應以外內熱源溫支 與此同時還要保持環境安靜 空氣流通 周遭溫度應以溫暖舒服為宜 好如果是昏迷你也不知道是心臟或頭部 按了也沒有效也繼續昏迷 那昏迷你也不能灌死 這時候溫膚嘛 那再來就是如果清醒就內外熱源嘛 不能有沒有效都是內外熱源對不對 因為沒有效本素底下也是要溫膚嘛 沒有起來你再按也不可能起來了 在這個時間點兩分鐘內沒有起來 還是就不會起來 然後你頭部也按了那不會起來 只好內外熱源 所以有沒有效都是內外熱源 好 那周遭環境稍微注意一下 保持溫暖舒服 好我們再看最後一段 有熱能則生 無熱能則亡 由於熱能可反映在臉色 因此 觸導的癒後可直接觀察患者臉色 異己臉色變化不大 含有血色 較易救治 反之 面無光則 比如臉色蠟黃 發青 蒼白等 則較難救治 這裡你看很明確的 我已經指出來 生死是不是看心臟停止 或呼吸停止 是不是 你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是一個重大突破 所以不是在摸心臟啊 摸這個口鼻啊 那個是沒有用的 了解嗎 那是要看怎麼樣 倒下去看臉色 立即看 如果看了還有血色 那這個就是代表怎麼樣 這個救活的基地高 你心裡就有個底了 就像劉醫師那個 臉色根本沒什麼變 那他所以可以慢慢來 也許劉醫師比我更高明 他早就看出來 這個是輕症 我是琢磨到現在才完全釐清 這個是輕症 難怪他還有時間 可以慢慢端你 但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對的 萬一他臉色已經變了 那你再隔這個兩分鐘 大概就完了 好所以 促導有難易之分 看臉色 有血濕的 容易救 沒有血色的 滅無光澤 譬如蠟黃 我說蠟黃色是居多的喔 最多的都是蠟黃色 你不信你們以後看死人 好好看把他端詳一方 看他的臉色是什麼顏色 就是那個臉色 那個就是死相好好記住 以後搶救 遇到這種死相 就不要救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一開始不會 一下子就蠟黃 他是慢慢轉變 那在轉變的過程中 也就是熱人症 在耗盡的過程中 你還有機會 那這個時間不多 兩分鐘 也就是比較嚴重的兩分鐘 那輕微的甚至幾十分鐘 甚至幾個小時 他還可以活過來 那就不說了 所以我們都把每一個倒下去 都要認識清楚 都把他當做什麼 很嚴重的 這樣我們就不會漏掉 那在觀察臉色 我們就心裡更獨定 而這個是輕還是重 這樣就有一個怎麼樣 客觀的判斷標準 好 那再來 這是觸導 頭部也是這樣觀察 頭部體傷引起的觸導也是 心臟皺挺也是這樣觀察 那如果進一步談心臟 我們再來看心臟的急救 值得注意的是 心臟皺挺 如果按推無效 則癒後不佳 須做最壞打算 此時仍應觀察 患者臉色 如果還有血色 或許尚存一線生機 反之如果面無光澤 則更可判定熱能耗盡 大限已至 這裡就是說 如果心臟皺挺按推無效 這裡是一個診療囉 我們說我們有兩條診療的怎麼樣方法 一個是變體傷位置有沒有 那你經過按推沒有效 就很清楚的判斷出來 這個是本處體傷 很可能組織已經怎麼樣 受損了 也就是心臟已經早就停止 而且 是已經 組織已經可能都壞死 都有可能了 所以這時候 癒後不佳 你記得喔 兩分鐘內救不起來 不要太樂觀了 一定要做最壞打算 可能掛了 那即便他還有臉色 這時候你還不能武斷的 你再看他的臉色 欸臉色還有一點血色的話 我這裡還講 或許尚存一線生機 還有生機 他臉色沒變嘛 熱能還沒有耗盡嘛 但是問題來了 你們又沒有執照 你們不可能繼續留在自己做 尤其在公益點上 這時候也只能放棄了 沒有辦法 因為各國的醫療法 不容許你們一路搞下去 都要趕快打電話 對吧 所以就只能這樣 但是你就可以預判 即便有生機去了 大概也沒有了 這一絲的熱能 在過程中可能就耗盡了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人 欸這時候還有怎麼樣 一線生機我就要再救 我就溫敷 了解我的意思嗎 講這一句話就是 如果是自己家人 就比較好辦一點 那這樣還可以溫敷 或許他還有熱能 還可以怎麼樣 欸再恢復 但如果說你按完又沒有效 第一種診斷已經確定了 他已經機會渺茫了 因為本處已經體傷了 也就是組織已經受損了 你在看他的眼部 又更加的沒有光澤了 那就確定 這個已經死了 不要再救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兩分鐘裡面怎麼樣 做下任何的決定 而且是快速有效的決定 這個已經死了不要再救 這個誰都救不起來 那就怎麼樣 立刻報警處理 你也不要再動 接下來所有動作都停止 了解嗎 那因為在兩分鐘你這樣做 人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可能在扶著在揉 或是怎麼樣 人家也不知道 那我已經打電話了 那所有程序 你不會有犯違法的行 這個就是我一路在想 怎麼來急救 那怎麼來最快時間判生死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好準備下一步 那你看啊 這樣再來看對我們的變因 在反覆對照 在重病的時候命危的時候 顯像已現到命危 還是有一個面無光澤 但為什麼 他心臟沒有停啊 所以他即便熱能很弱 但是他還可以怎麼樣 運轉 了解吧 但是你看喔 心臟驟停他不一樣 為什麼看臉色就可以 而不要看到呼吸髒口吐氣 不見吸氣 心臟驟停此相 不是每個人都會吐給你看喔 了解嗎 這時候你看一個人臉色是正常的 他也可能沒有心臟病 因為這個醫學界都知道 他之前都沒有心臟病發作 甚至也沒有胸悶胸痛 都有可能 但是突然間他就倒下去 那你怎麼檢查 沒有預告你啊 所以為什麼醫學界對心臟病還是茫然的 還是束手無策 然後對這一個病到目前各說各話 沒有一個真正很肯定的畫出來 就是在這裡 因為他各種狀況都 但是以我們的角度 我們已經很清晰了 我們可以怎麼樣 立刻來判斷 從臉色 因為心臟一停止 臉色一定會變 那他本來正常的人 他是你有臉色 怎麼會在短短的一兩分鐘變化那麼大 那不是心臟停是什麼 原來驟停是這樣從臉色判斷 所以跟變陰的生死的判斷 又有七格了 我這樣講你們理解了嗎 這一篇急救太重要了 也許之前的那個急救圖表 也救了很多人 但再更深入 我相信這樣 又可以進一步保護各位 絕對沒問題 那這樣短時間又可以判生死 是不是很快了 大家就更心安了 那這樣做 如果做不起來 如果有寫色 真的有可能你手法有問題 我在想 有寫色還有熱能 為什麼會不起來呢 應該是要起來 就像劉醫師慢慢揉也會起來 一樣 甚至沒有柔也可能起來 我剛剛舉的 輕症也有這樣的例子 那你就知道 但是這個是檢查不出來的 那西醫檢查的都是停止 那停止你根本不用檢查嘛 就是要把停止的 那還有熱能的再搶救回來 所以急救的意義就在這裡 好 該講的已經講完 所以心臟坐停這一個議題 在這裡第一次發表 我覺得這一次不只是原始點的突破 我認為這一個急救也是醫學界的大突破 那以後我們希望你們多觀察 那以後有什麼案例提供給我 我可以從更多案例中把它講得更細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急救的一定是心臟坐停 至於心臟病什麼心際胸悶胸痛 檢查說堵塞百分之多少 那個都是心臟病發 那個都是慢性病 檢查的都是果不是因 了解嗎 所以這些都好救 都不在急救範圍內 所以有些人說要裝支架 那大家瞧 那個在我看法 已經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 這個都可以救起來 所以也不值得再提了 因為我們原始點大概官都救不起來 你這樣就能夠從國解鎮嗎 很難得 所以這樣大家在急救上 我相信應該聽懂了 聽懂的急救我看一下 完全懂了齁 所以這一篇可能要急速的 趕快流通出去 因為我們原始點的人 沒有聽課的還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盡量他們剪輯出來 這一篇應該是重點中的重點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今天更為不破 那個是真的 這個女生 問題是因為 我的天啊 沈溫 這一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